大家好,我是陈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培养红茶菌 制作步骤其实很简单 主要的器具也只需要 一个玻璃罐子,一张棉纱布,一根橡皮筋 原料呢?茶,糖,水,还有菌种 制作与培养虽然简单 但是一个成功的要素就是清洁与卫生 一切培养器具都要先彻底的洗净与消毒 保证器具上没有任何杂质残留 当然,双手也无比是干净的 制作红茶菌需要先做一个培养液 那就是茶,糖,水 茶,糖,和水需要按照一个大致的比例来配置 然而这个比例并不需要是固定和精确的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而定 用什么方法来做茶水? 其实无所谓 可以用过煮茶,也可以直接用茶壶泡茶 煮泡完茶之后,一定要把茶叶和茶渣过滤干净 趁茶水还是热的时候,把汤加进去 搅拌均匀 使糖充分地化开 接着,让茶糖水冷却 冷却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菌种是有生命的 而过高的温度会杀死它们 冷却完毕以后 就可以把配好的培养液倒入罐中 接下来,我们开始接种 拿出已经有的菌种 也就是菌膜和菌液 先把菌膜从菌液中取出 再测量菌液 将其倒入培养液中 拿起菌膜观察 感受一下菌膜的手感 然后将菌膜放入罐中 最后将瓶口盖上棉纱布 用橡皮筋扎紧 这个时候,接种就完成了 而最后就是静止发酵 尽其期待